你看遠一點 影片只是做產品建築 所有事都是假的 所有事都是沒意義的 為何你可以變成這樣 你畢業之後 整個人消失了 我有想過 其實可能自己真的不適合做導演 我是經歷過一段時間 就是很迷失 然後就躲在家 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找回自己 當時有人邀請我 一起去教攝導人 我本身覺得 我都喜歡教書 都去教一下 試一下做這件事 當時的課程都是生涯規劃的課程 一直去教他們一些電影的知識 亦都會去教他們 究竟應該怎樣選擇將來的路 然後你一邊教他們 一邊走到半身 自己 我條路是怎樣走的呢 為何我就來到這個位置 我就停在這個位置 但就一邊一邊在 希望 教學生 希望他們又提升的時候 突然間就覺得 咦 為何我教到他們這些東西 我不是做不到嗎 就發現自己不知不覺 原來有些東西我自己都 突破了 很多事情在導演眼前發生 但是他就是感受不到 因為其實裏面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小故事在裏面 去穿在一起 如果我只是說導演那條線的話 我覺得 我希望在那個故事裏面說的 就是一種 怎樣在限制裏面 仍然去貼近自己的初心 去做一個創作 我自己都經歷過 沒有感受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沒有感受是一個 我身邊很多人都發出現的情況 我們怎樣去 令到觀眾可以 感受多點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斷地要去 提出這個問題 為何我們沒有感受呢 那件事是否真的 沒有東西需要感受 還是我們沒有了感受的能力呢 我想感受很原始的就是 令到我們可以做到決定的事 或者我們有多能夠和自己連結 就是很多人這個社會 有很多人告訴你 你應該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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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感覺的人 可能就會很難去做一個 其實他真的想做的決定 我的成長就是走 就是最旁邊的那條路 沒有人走 為何那條路有事 我便走那條路 而你為何可以走得過那條路 就是因為 你靠自己的初心去 去捱過那條路 我覺得我感覺像是這種人 而我現在出來拍片的初心 很多時候都是在 怎樣可以拍到一條片 不需要給很多人看 但是我重視的一條片 是否能夠帶給觀眾一些共鳴 還有令到觀眾 是有一個討論和反思的空間 這件事我現在很珍惜